安達神道石礦場這個供應房屋地盤 是房屋委員會第一個在工地施行組裝合成組件積度積裝的項目 組件運底工地之後除積調運並組裝 不需要額外的儲存用地 組件採用經優化的MIC 1.5設計 支撐結構更強 配合積度積裝可以提升建築效率 項目預計明年第四季員工 結構增強了 結構承載度比MIC 1.0多了33% 建築量就會增加了支撐結構 改善運輸和安裝效率 房委會計劃明年在合適項目採用進一步改良的MIC 2.0設計 2.0更加創造6年的設計 結構表現再準備提升之餘 也減省在地盤施工的工序 例如我們落石屎的量會少了 我們工人的依賴會少了 地盤也會乾淨了 工人的工作環境也會舒服了 幸福感也會提高了 最重要的是我們改善了MIC 2.0的組裝安排 而去到2.0的時候就已經不用在組件之間裝置鋼根 而在組件上方安裝 這樣的話整個建築的安全程度也會大大提升 江達神道項目成建商在地盤應用多種數碼科技 包括以智慧工地管理平台 監察施工進度和安全 並應用多款建築機械人減輕勞工密集工序 保障工人健康 大量使用的MIC 是真的可以幫助整個行業去面對未來的挑戰和轉型 人手老化了 我們工地也要愈來愈安全 用了這個新的方法 是整個建築技術的進步 整個地盤的管理更加智能化 更加高科技 偶像反對未來的 反對未來的 最終建築機械人減輕鬆 小混合 場地刑 其實很重要的